你害怕狼吗? 说起来,狼和狗是一家,只是狗经过驯化,狼没有经过驯化,但两者之间有着诸多共同之处。 那么,狗狗对人类如此友好忠诚,狼是否会在未经过驯化的情况下与人和谐共处呢? 玛丽是一名孕妇,24岁,来自于美国,住在明尼苏达州。 临近深缠的某一天,她开车外出,不想被困在了雪地里,因为天气十分寒冷,不巧她又在这个时候分娩了,最后晕在了雪地里,可想而知此情此景的她处境有多危险。 偏偏,这个时候有一群狼嗅到了人的气味,朝着她围拢了过来。 这一幕简直太可怕了,那么她最后怎么样了呢? 不得不说,崇尚自由的外国人极具冒险精神,玛丽便是如此,她已经是大富便便的孕妇了, 却在临近深产期时,独自开车外出,这胆子真的不是一般的肥。 当时还是大冬天,外面冰天雪地,即便她没有怀孕,在严寒的天气里,开车外出本身风险也比较大,更何况她已准备深产呢? 万一孩子提前生产,那可就糟糕了。 果不其然,玛丽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被困在了雪地里,当时只有她一个人,而她当时已经怀孕八个多月。 当时只有她一个人,她的丈夫并不知道这件事,正在家里兴奋地等待着她回家,期待着她的孩子降临。 玛丽从城里独自开车回家那天,天气很恶劣,遇上了暴风雪,所以她在距离家几公里的地方,因为暴风雪被迫停了下来,无法再前行,风呼啸着吹刮着大地。 大雪漫天飞舞,把道路给覆盖得严严实实,导致她无法再前行,这时候贸然前行,看不见道路状况是非常危险的。 况且路很滑,视线也不好,玛丽即便再大胆,也不敢再继续往前开车了,只能将车子停下来,她该怎么办呢? 此时说责怪的话也没有用了,想办法脱离困境才最实际,可是四周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,她该向谁求助? 被困后,玛丽想到了给服务人员打电话,让他们过来清理道路上的积雪,但那条路不是公路,而是森林里的一条小路,人家肯定不会为了服务她一个人而来忙碌一场,所以那些服务人员没有来。 没有人帮助的玛丽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,心里很着急,她的汽车陷在了雪堆里,她想开出雪堆,可一来她看不见具体的道路情况,只能依靠记忆和两旁的数目进行判断,这很冒险。 二来,雪堆很滑,任凭她怎么尝试,车都在轨道上被卡得死死的,她没办法让车子动弹,考虑到那条路,偶尔也有车经过,她便下了车去碰运气,希望能搭上顺风车,然而她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一辆车路过,暴风雪则越来越大。 天气如此恶劣,谁没事会出门呢?半个小时过去了,还是没有人出现,这让玛丽很绝望,站在暴风雪里,玛丽感觉到了一阵又一阵刺骨的寒风不断地吹打在她身上,让她的手脚几乎要冻僵,可想而知她还怀有身孕,万一有什么意外? 玛丽不敢往下想,只能在心里祈祷,快点有人出现,帮帮她。 更糟糕的是,天越来越黑了,这意味着她获救的概率变得越来越低,这真是要命啊。 在绝望之下,玛丽决定步行回家,不然天黑了,她会更害怕,此时她已经心跳加速,抬腿往家的方向走。 因为风雪很大,路面很滑,每走一步她都觉得很困难,可是她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,只能坚持走,凭借意志力,渐渐走了近一公里。 在这种情况下,活动活动筋骨也好,运动起来至少暖和一些,但这样走下去,她的体力也会渐渐流失掉。 加上怀孕,玛丽走出将近一公里后,已经气喘吁吁,不过,她想自己只要坚持走下去,总能走到家的。 可是接下来,玛丽感觉到可怕的事情发生了,这让她不由得慌张,心里害怕极了。 没错,也许是情绪过于紧张,玛丽感觉自己要分娩了。 在冰天雪地,这可怎么办才好?难道这下,真的要完蛋了? 在惊慌中,玛丽走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下,那儿的积雪比较少,她决定在那里休息。 艰难地走到那棵大树下后,玛丽劳累地蹲下休息,随后,分娩的疼痛传来,她痛苦地流下了眼泪,被迫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生产。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,她不敢去想象,也没办法想象。 玛丽生下了孩子,随即躺倒,留下不停啼哭的婴儿,在寒冷的暴风雪天气里,连一块裹身体的布都没有。 按照这种情况,危险很快就要降临。 更悲惨的是,这时候,一群狼嗅到了人的气味,且听到了婴儿的哭声,从森林里走了出来。 他们寻着婴儿的哭声,围拢到了玛丽和婴儿身边,眼睛里散发着悠悠的光。 接下来的画面,我们不敢去看,因为按照正常逻辑,他们将会成为饥饿狼群的盘中餐。 幸运的是,故事没有这样发展,奇迹出现了,玛丽和婴儿都活了下来。 据玛丽事后回忆,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,总之她苏醒过来后,竟感觉很温暖。 在朦朦胧胧中,她以为自己被人给救了,可当她完全睁开眼睛时,却看到眼前有很多狼,把她吓了一大跳。 随后,带她反应过来,她才知道,狼群救了她和刚出生的婴儿,这简直不可思议。 当时,玛丽苏醒后看到自己躺在一只大灰狼的背上,她猜测那是头狼。 另外,她清醒后数了数,还有大约九头狼围着她,环成了一个圆圈,为她挡风雪,所以她在中间躺着很暖和。 那些狼完全没有攻击她的意思,把她保护得非常好,且玛丽这时候意识到自己已经分娩了,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 狼群同样用温暖的身体保护着她的女儿,将她女儿紧紧地有温柔地抱住,使得她女儿如同安睡在暖暖的被窝里,没有受到一点的伤害。 神奇的是,其中的母狼还一直在温柔地舔着她的女儿,也许是考虑到她女儿饿了,看到她苏醒后,还在几只狼的配合下,将她女儿驮拥到她面前,让她喂奶。 看到这一幕,玛丽既震惊又感动,不由地流下了眼泪。 而她身旁的狼看到后,还为她舔去了脸上的泪水,无声地给予了她安慰。 随后,玛丽的丈夫带人到处寻找,在一个小时后,将玛丽和孩子接回了家,母女俩得救了。 她们之所以得救,正是因为狼群的帮助呀。 要不然,玛丽的丈夫带人来寻找时,母女俩早已冰冷了。 事后,玛丽一直记得这群特殊的救命安人,每年都会如期和她们见面,与她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,动物都是很有灵性的。 我们不应持有物种偏见,将它们视为低等生物,应该尊重和爱护它们,与它们和谐共处。 感谢观看